最近是針對維吾爾的問題 也拿出來做檢討 也就是說在某種程度上面 中共在國際政治上的一種影響力 仍然很難掩蓋 它在迫害宗教自由上面的這些罪行 所受到的全球的譴責 所以我想這問題隨著這幾年 中共特別是在科技的監控技術 再搭配它嚴密的警察國家的行政管理系統 所以形成了不天蓋地的 對於宗教自由以及所有的基本自由的迫害 所以這個問題是相當的嚴重 在昨天台北市藏人福利協會 也舉辦了關於西藏問題的研討會 當中我昨天也發表了一篇 談中國大陸今年要全面實施的社會信用制度 那就是什麼呢 就是把電子監控系統做一種工具 來規範、來管制所有國民、社會的行為 所以呢 參加這個宗教的活動 那麼可能都會在這個社會信用評比當中 被列入評分 當然啦 會有加分、扣分 如果你的這個宗教活動 如果是中共所認可的 他可能就會加分 但是呢 如果是他會認可的 比如說是家庭教會 等等 你可能就被扣分 所以呢 這個在中國大陸呢 他現在形成了這樣一種 一種機制呢 我想這個 對於人類的這個文明的價值的破壞 對道德、對宗教的這些價值的破壞 我想是非常嚴重 而且無永福介 因為呢 他只是通過這個數據化的阻力 任何人只要跟中國大陸的這個系統呢 有所接觸 有所進出、有所接觸的話 那你個人的資料就會進去 因為他現在已經有全世界最先進的 不僅是人臉辨識 是動作辨識 那所以 所以 你只要跟他的官方 任何的資料 進入到他的這個數據庫裡面 那麼 就變成他監控的這個系統 他的大數據的當中的 當中的資訊 那我們要知道 中國大陸呢 他在今天也是 在全球貿易當中非常重要的國家 哪怕是因為這個現在疫情的關係呢 再加上未來也許 這個中美關係的變化 導致中國大陸在全球的這個 這個貿易體系當中 或者是產業鏈當中呢 他的位置有所調整 他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市場 跟最大的生產基地 所以呢 他的全球的貿易 往來的這些人 這些人口呢 通通啊 都有可能被納入到 到他的這個 數據庫裡面 所以他的影響呢 這個是全球性的 所以呢 我想這個 我們今天是 以中國大陸這個 宗教自由 為例 來談 其實我們 背後更深層的關心 就是說 在人類啊 文明啊 追求更高的一種精神 道德的價值 那麼過去呢 通過這個 宗教的教育的質疑之下 人類慢慢的 這個 不斷的演化 到今天這個程度 可是呢 我們今天碰到一個 一個 另流 或者是一個 真正的一個邪教 他在破壞 這個人類啊 幾千年來 透過宗教的 這個 這個 文明 那麼 所 昇華 演化 到今天的這個 這個 全球啊 這個互助 這個博愛的 這樣一個世界 那我們現在是受到 這個 中共 這個協力 這樣一個 這個 我想這個是一個 非常小可的問題 所以 我想 我們今天來 舉辦這樣的座談會 對呀 它也是 別最欣賞的